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Protocol Buffers 在介紹Protocol Buffers之前 我一定要讓你們看一個非常驚訝的東西 為什麼Google他要去弄一個Protocol Buffers這東西 因為XML其實就做得很好 為什麼Google他還要去特別弄一個Protocol Buffers 跟XML長得有一點像的東西 其實他們在效率上有很大很大的差異 那這邊我就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 這裡有一個資料夾 裡面有一萬張的圖片 這裡總共有一萬張的圖片 那一萬張其實在我們整個大數據的訓練裡面 是算小量的數據 如果說你看到Coco那些資料集 他們都是包含十幾萬張 百萬張 甚至有千萬張的圖片 那我們這一萬張只是做一個小實驗 一萬張的圖片把它看一下 它裡面的內容有819個Mbps 然後一萬張圖片 那我把它打包成一個檔案 一個資料夾裡面所有的檔案 那把它打包成一個檔案 單一檔案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單一檔案 那這個單一檔案 它的空間就大一點點 825Mbps 但是它只有一個檔案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檔案跟一萬個檔案 在硬碟裡面的速度差距有多少 那我們就把它簡單的做一個複製跟貼上的動作 眼睛不要在這裡沒有剪接 瞬間完成 有沒有看到 瞬間完成 連進度條都沒有跑出來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多個檔案的複製跟貼上 好 這邊的內容都是一樣的 只是一個有做打包 一個沒有做打包 你會發現這個速度啊 差了大概將近300倍 而這個時間呢 會隨著你的檔案的數量分散的越多 它時間就會拉的倍數就更長 它的比例就會更懸殊 所以呢 當你的訓練資料達到 十萬等級 百萬等級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有一種新的機制 可以把它變成一種序列化 單一個檔案的序列化 所以Protocol Buffer就因這樣子而生 好 這麼多檔案 它需要一種新的機制去做一個管理 把它非常有效率的放在硬碟裡面去做存取的動作 好的 經過剛剛的實驗 我相信大家一定體驗到Protocol Buffer 它在硬碟的速度上的威力 真的是非常的強大 既然它這麼的好用 所以TensorFlow呢 將這個機制呢 幾乎把它變成是它的一個標準機制 它的輸入的檔案 跟它輸出的檔案 幾乎都使用這種作為它的檔案格式 那雖然說它的輸入跟輸出 都是使用這種Protocol Buffer的檔案 但是它的副檔名 卻經常都長得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你會被它的副檔名 弄得有一點暈頭轉向 那這邊我就跟你說一下 其實它點Porto檔案 點PB檔案 PBTST檔案 還有它的點Record檔案 其實都是Protocol Buffer的檔案 它可能需要說以副檔名 來告訴你說這個檔案 是它還有另外一個目的是做什麼 所以它的副檔名會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它的內容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認知到說 需要訓練自己的圖片的時候 我們需要將自己的圖片 把它打包成一個點Record檔案 其實我們就是把分散式的圖檔 打包成一個單一的Protocol Buffer的檔案 讓我們的整個訓練的資料 可以把它硬碟的速度提升很多倍 那Protocol Buffer它其實也是一個非常有用的開發工具 那我們可以來到了我們 一開始請大家搜尋的Protocol Buffer的Compiler這個檔案 那我們這邊會搜尋到它的網址 在Google的開發者這裡 開發網頁這裡 進來之後它這邊就跟你介紹說 它是一個非平台跟非語言相關的一個資料結構序列化的工具 那這邊我們可以點Python 那進來它就教你如何使用Python 去儲存跟讀取還有編譯一個Protocol Buffer的檔案 對於需要分散式檔案 或是需要一些儲存格式非常有效率的使用的話 都可以來這邊挖寶 那我們那個時候做的Protocol Buffer 是Compiler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那我們來到了官方的Object Edition的GitHub的這一個頁面來 那我們看到Instortion這個說明 在Protocol Buffer裡面 它這邊所給出的指令是這樣子的一個指令 是使用Protocol C 然後去針對這個資料夾 裡面所有的Protocol進行編譯 那可是呢 這個指令在Windows的命令指令列裡面呢 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因為Windows的指令列裡面 它並不認得什麼是新典Protocol 所以老師寫了一個簡單的程式 那這一行程式呢其實它包含了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是使用for回圈 去把所有Protocol裡面的檔案全部都把它列表出來 那每一個檔案呢都把它弄到一個新典F裡面去 那第二個動作呢就是使用Protocol C 去編譯這個Person F的檔案 那這兩個動作呢就對等於官方呢 它所提供的這個Protocol C的編譯的方式 目標是一樣的 只是呢一個是在Linux的撰寫方式 一個是在Windows的撰寫方式 所以呢老師會希望說你們使用 老師的Windows的撰寫方式 你們才有辦法編譯成功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補充給各位Protocol Buffs的觀念